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熊平安 我在这儿啦 我是公务总局公务人员训练所的李威良 今天带大家来到公务总局公务人员训练所上课 因为这次要教大家是有关于行车前的车辆检查 来确保大家行车的平安 为何要做行车前检查 心理重车辆如果发生故障 是相当危险而且麻烦的 小则耽误行程影响你的心情 大折会造成事故甚至车毁人亡 其实许多车辆的故障原因是可以借由行车前的检查 被发现然后及早排除 所以行车前的检查 不但可以确保你的行车平安 那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一个事故还有麻烦 有做行车前检查就能确保上路安全吗? 影响交通安全的因素包含了 人、车、路三大部分 落实行车前的一个检查 可以将车辆的因素来降到最低 但是人的部分还是要靠驾驶人随时注意安全 来确保行车平安 行车前检查能发现什么问题? 行车前检查可以发现车辆的引擎、底盘 或者电系是否有异常 轻微的可以立马排除 那特殊严重的呢 可以立马回厂做检修 避免半路抛锚 或者是事故的一个发生 为何已有定期检查 还需要行车前检查? 定期检查主要是依照原厂所规范的行驶里程 以及时间来进行 但是随着你的车龄逐渐提高 个人的一个驾驶操控行性的不同 还有你行驶的路面状况 都会随时来改变我们车辆的一个状态 所以务必在行车前做好车辆的一个检查 小问题能够及早地做一个排除 那避免将来花大钱再去做维修 就像人的身体一样 除了定期去做这个健康检查之外 平常也必须要有规律的运动 来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该检查哪些项目? 行车检查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会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 大家先记起来下面这个口诀 五油 六灯 三水 一轮 大家现在就跟着阿良 来了解什么是五油 首先是动力方向机油 大家在检查这些油水的时候 打开引擎盖 常常不知道这些油水的位置所在 其实是可以借油 知道它们的外观特征 来知道它们的位置所在 动力方向机油 它的油壶盖上通常会烙印油 Power Steel Rim Blue 这样的字眼 在检查动力方向机油的时候 请发动引擎 再观察我们的动力方向机油的油壶 它的意面是否在高低标之间 油量不足的话 可以添加动力方向机油 如果原厂没有特别指定的话 也可以添加自动变速箱油 动力方向机油 影响方向盘是否可以正常运作 如果是油量不足 引擎是可能传出异音 方向盘变重 这时候应该要放慢车速来小心行驶 并且要立刻前往检修 再来是机油的检查 请大家检查机油时 先将引擎熄火 之后再找到我们引擎本体 上面会有机油尺 将机油尺抽出后 先擦拭干净 之后再将油尺擦回油尺管 擦到底之后再拔出 这时候就可以观察我们的机油的意面 是否在高低刻度之间 机油量如果不足的时候 将会影响引擎的润滑 而且容易造成水温升高 最终呢 会导致引擎的一个损毁 建议立刻补充 与原厂规格相同的一个机油 接着呢 是自动变速箱油的检查 通常自动变速箱 会是在我们引擎本体的旁边 下面的位置 现在大部分的车子 已经没有自动变速箱的油尺可以检查 所以呢 我们建议大家 是可以用目视的方式蹲低 来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漬 如果有油漬产生 那表示这个自动变速箱 可能有所漏油 油量不足的时候 你的车子可能会加速无力 那甚至在升档的时候会有困难 如果又再闻到有异味的话 那代表你的变速箱 可能已经有损毁异常 这时候建议立刻回厂做检修 接着呢是刹车油的检查 刹车油大概就在引擎室里面的这个位置 刹车油壶的上面呢 通常都会有DOT3 Fluid的这样一个字眼 在它的油盖上面 油量不足 会导致你的刹车力道不足 那么你的油压板上的手刹车指示灯也会亮起 当检查时 发现油量突然减少很多 表示有严重的漏油 车子会完全失去刹车的一个功用 建议立刻回到修车场做检查 最后阿良再做一个小提醒 我们的刹车油容易吸入水分 导致它的废点降低 会影响到你的刹车功能 建议每一年或者是2万公里 就回到原厂做定期的更换 那么最后一个油是什么油呢 答案是燃油 我们就直接从仪表板上的油表 就可以清楚知道 目前的一个油量状况 当你燃油用尽的时候 你的引擎是无法发动的 仪表板上的燃油指示灯就会亮起 请记得立刻前往加油 上述5油的油量 建议在每次行车前就做好检查 原来如此 那什么是6灯 测的灯光具有照明 以及与其他用路人 沟通用路状况的功能 所以很重要喔 而6灯指的就是 头灯 方向灯 刹车灯 雾灯 仪表板灯 以及倒车灯 灯光的检查重点在于 确认灯光是否运作正常 亮度是否足够 那是否有雾化 或者是有灯壳进水的状况 原来如此 头灯 以及前雾灯 除了帮助我们驾驶人掌握路况之外 也能让对象来车注意到你 方向灯 可以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的行车动向 煞车灯 以及我们的倒车灯 可以让后方车辆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动态 后路灯 骤行灯 小灯 可以提高我们车辆的辨识度 仪表板灯提供驾驶车况讯息 白天开启头灯 可以让其他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我车 尤其我们是在山区道路 或者是弯道行驶的时候 常常利用反射镜来观察对象的车辆 如果我们有开亮头灯 就可以更容易 更快速让对象车辆注意到我方的车辆 提升我们的行车安全 阿良小提醒又来了 当我们在市区或者是前方有车辆距离不到一百公尺的时候 请你使用静光灯 当到郊区道路或者是视线不良的时候 那就请你切换到远光灯 原来是这样 那山水又是什么 有山又有水 诶 确实是有山又有水 但是不是熊平安妮所想的那种山水啦 我们这边所讲的山水 是指水箱水 电瓶水 以及雨刷水喔 首先是水箱水 那么水箱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引擎室的前方 上面会有一个水箱盖 水箱盖如果要检查的时候 请务必要确认我们车子是在没有发动的状态下 然后呢我们的车辆是属于冷却冷车的时候 再去做开启的动作 开启水箱盖之后 检查里面的水位是否充足 当如果水箱水位不够的时候 记得要添加适当比例的一个水箱金 当水箱水不足 就会导致你的引擎过热 导致整个引擎盖冒烟 车辆就无法继续行驶了 那这时候建议大家 赶快将你的车子移到不妨碍交通处所的地方 那赶快等待救援 电瓶水 照性的车款大多采用免加水或你保养的一个电瓶 这时候我们只要检查电瓶上的一个视窗 它显示的颜色是否正常即可 当车辆进场保养的时候 可以请修车场的技师 帮你量测电瓶的蓄电量是否足够 如果车款是配备这种传统的铅酸电池的话 检查的时候要留意我们的电瓶液 是否一样维持在上下的一个刻度之间 如果电瓶液不够的话 要记得是要添加蒸馏水 那么最后是雨刷水 那我们必须要先找到雨刷水的一个位置 一般是在我们车子的引擎室的两侧 雨刷水的水箱水盖上面 会有喷水的一个符号 雨刷水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车辆故障到无法行驶 但是呢行驶当中如果有脏污 喷溅到我们挡风玻璃 就无法立即去做一个清除 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 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一般来说雨刷水如果不足的话 可以添加专用的一个清洁剂 或者是用一般的蒸馏水也可以 我懂了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 最后的一轮我知道是轮子的人哟 没错了吧 没错 一轮就是指轮胎喔 那我们的轮胎是唯一跟地面所接触的东西 那当我们要加减速或者是要转向转弯 都必须要靠它喔 轮胎的检查有三个重点 检查它的胎纹以及胎压 还有车轮的一个外观 很多人以为我们胎纹的功用 是在抓地力 但其实更重要的功能是在于排水 当胎纹深度不够的话 就容易发生水漂的现象 会影响到我们行车的一个转向的操控性 胎压不足除了耗油外 方向盘变重转向不顺 还有可能造成驻破现象 导致爆胎 外观损伤或老化也容易造成爆胎喔 当胎纹深度不足 轮胎磨耗到胎面的磨耗指示点的时候 就必须要更换新轮胎 胎纹的检查 我们可以先找到磨耗指示点 通常会以三角形的记号来表示 对应进去我们的胎钩 会有一个磨耗指示平台 当然我们的胎纹 如果磨到磨耗指示平台 就代表这个轮胎必须要做更换了 检查轮胎表面 是否有出现外伤 变形、裂痕、均裂或老化的现象 是否有刺穿伤的伤口 尤其注意是否有深达胎体的损伤喔 建议每个月至少检查胎压一次 那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牧师的方式 观察是否有轮胎特别扁平 或者是你的车身有倾斜的一个状况 最后阿良提醒大家 当发现轮胎有异样的时候 建议就交由专业技师来评估是否要做更换 以上行车前五油、六灯、三水一轮的检查都清楚了吗? 原来五油是指动力钢线机油及机油 自动变速箱油、刹车油、燃油 六灯是指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雾灯、倒车灯 三水是指水箱水、电瓶水、女刷水 一轮指的是胎轮、胎压的检查 很好,都记住了喔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交通安全资讯 请自交通安全路口网